退休的航母该怎么处理 美国人的方式可谓真是简单粗暴 这是真实拍摄于2006年5月17日 美国海军炸毁退役航空母舰时的画面 而这艘退役的航母 全称叫做奥里斯卡尼号航空母舰 隶属于美国海军 为埃塞克斯基航空母舰的第17号舰 于1944年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造船厂开始建造 次年的10月31日正式下水 1950年开始服役 并参与了那时期的朝鲜战争 可谓是一艘有过实战经验且战功赫赫的航空母舰 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画面 便是2006年5月17日 美军在彭萨克拉外海将它炸沉时的影像 当年该航母在越战结束后 便被美军开启了7退役生涯 于1976年的9月20日 被拉往普吉湾封存长达20多年 直到2003年时 美国海军决定将奥里斯卡尼号用作人工余胶 并在三年后以C4炸药凿沉 而沉海后的奥里斯卡尼号 则成为当地的热门潜水点 在之后的日子里 有超过数万名的潜水爱好者 通过该航母的一处穿动 前往舰体内进行探险 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画面 便是不久前探险爱好者所记录的实拍影像 这艘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 和越战的超级航空母舰 此时已经成为海洋生物栖息的乐园 可谓是退役航母中最具梦幻般的结局 请不吝点赏